很多吉他爱好者在跟着曲谱弹的时候特别的溜 一脱离曲谱就什么都不会了 尤其是当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会弹吉他 点了一首歌 这歌我们明明会唱 但没有谱就是不会弹 这就尴尬透 因此脱谱弹唱是我们吉他爱好者的一个小瓶颈 今天我就帮你们把它给打春 既然是玩弹唱 我们首先就要把和弦跟旋律的关系给他搞明白了 比如说同一段旋律 其实我们用任何一个和弦都可以给他配出来 比如说do re mi fa so是一段旋律的话 我们可以用非和弦给他伴奏出来 do re mi fa so gi和弦也可以 do re mi fa so E和弦也可以 do re mi fa so 或者是A和弦 do re mi fa so 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老挺没 同一段旋律在不同调数里面 给他配的和弦当然不一样了 当整首歌这个大的氛围也就是调数确定了之后 我们就要去研究他每一小节的氛围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确定每一小节的重点音 重点音决定了我们这一小节该怎么去编配和弦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弹一个c g m e m的和弦走向 我们把它的重点音列为 do 什么 do so 什么 so 这个重点音是怎么定的呢 只要是和弦内音都可以 比如我们c和弦它的构成音是do mi so 所以我们给它定为了个do 什么 do 然后g和弦的构成音是so si re 所以我们给它定了一个so 也可以 so什么so am的构成音是la do mi 所以我们还给它定一个do 也没有问题 然后em的构成音是mi so si 所以我们再给它构成一个so 也是可以的 当然你构成si都行 我们现在给重点音配上旋律音 只要重点音的位置不变 旋律音咱把配都好听 do 什么 do so f'n'i re do so 什么 so 简单点 re si so do 背上一点的 do la si do re do so 什么 so 那就 si re so 所以我们当给一首歌八和弦的时候 整首歌曲你要确定它的重点音 也就是主音 用来确定它的调识 每一小节也要确定重点音 那个重点音决定它该配什么样的和弦 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小窍门 关注我下节课继续为你分享 如何快速八谱子 加油老铁